想在大湾区置业又担心又风险 芯姐我只是会相信有上市公司背景的环与笋盘 质力雄厚专业团队用心帮你找最合适的笋盘 知多点 试多点 找环与笋盘 我们现在来到珠海西边 这个高栏港经济圈的平沙新城 如果你说你是一个对珠海有非常深的情意结 非珠海不买 而手上的budget只有100万 又要有海景 又要三房 又要包装装修的话 今天诚意推荐这个项目就叫做天玉珠海湾 喂 哈啰 这么巧的 是呀 昨天吃饭又碰到你 今天来这个楼盘又碰到你 是呀 我想不是上天的安排 一定是公司的安排 我老徒的气露 是 OK 你来这个盘啊 没有 是呀 因为我听你说 我去了一个高栏港的经济圈里面 其实看了一下 更加加强了我们的平沙新城的信心 因为那边的发展真的非常之好 周边其实都看到了 除了你一个天玉珠海湾之后 其实就有很多一些楼本 包括央企 即是保理的项目 还有一个方圆的项目 但是我比较了几个项目之后 我觉得这个项目会比较好一点 不知道你的看法是怎样的呢 我也是 我觉得它的价钱很便宜 所以大家来看一下你的那本 即是性价比非常之高 是吧 不如我们也不要阻挤大家时间 因为你拍你的 我拍我的 好吗 好 OK 那我们有缘再见 好 有缘再见 拜拜 Hello 刚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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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 又在这个楼盘里撞到康华地产的安排 我想这个真的不是上天的安排 肯定是公司的安排 我觉得现在整个平沙新城的话 楼盘价是卖一万多元的水平 特别我们现在去月初海湾的楼盘 更加讲的是一万元松一点就可以上车了 我觉得现在以这个价钱的话 入手这个平沙新城的话 上车大湾区 先上车后换车 我觉得总好过一直在等车 珠海会不会是下一个深圳 其实珠海大湾区的旧家宜城市里面 如果不算香港和澳门 它们面积最小 人口最少 总共只有200万左右的人口 所以GDP一定不够2000万人口的深圳那么高 但人均GDP在广东省排第二 仅次于深圳 全国更加排到第四 可以说是非常之强劲 而珠海GDP里面 有三分之一是来到高栏港经济圈 因为那边有BP Shell 三菱 保马 成光和气黄暴 还有中船 中石油 中海油 中石化 中原 中自集团等这些世界500企业 还有央企 都在高栏港经济圈里面有投资项目 现时已经有18至20万的高收入人群 总规划的就任后更加到40至50万 再加上在平沙的富山工业园 那边有隔力电器 方正科技 青岛啤酒 规划就任后更加到9至10万 有这两班人对于住了有很大的需求 但高栏港和富山那边 又没有什么住宅供应 所以才有一个平沙新城出现 平沙新城是珠海市政府最新打造的新城 也可能是最后一个这么大型 这么有规模的造成计划 而且他主要服务高栏港经济圈 和富山公园的高端人才 中高管理层 和外籍员工等等 所以定位和规划 是肯定不会差的 说回深圳的发展 由罗湖到福田 再到有机场有港口 有产业的前海 南山保安那边 是由东向西发展的 我相信珠海发展都是一样的 由转到东区 即是香州、横琴 到有机场、有港口、有产业的西区 即是向金湾的航空新城 和平沙新城那边发展 关于金湾航空新城和平沙新城的分别 航空新城最后是市政配到 和研发为主 而平沙新城就在高栏港 有富山 是以实业为主 加上世界五百强 港口经济 和旅游产业的富士 而且平沙新城比航空新城大陆倍 航空新城的免值只有3.8万平方公里 但平沙新城的免值 就足足25万平方公里 所以无论产业和油的规律方面 平沙新城 都可以说是航空新城的升级版 在交通方面 我们看看珠海市政府 一路向西发展的决心 第一是在港珠澳大橋西延线 香港后备在港珠澳大橋 即是2024年会建成 就可以到江门 新会 台山 阳江 陌鸣 站江等等 珠江西岸的核心城市区 第二是在港大橋 金海大橋 在2024年都会建成 到时会去迫金湾机场 再接到港大橋 在2025年都会建成 走这个金湾西路 又跨过海湾 去到石化五路 再去到高栏港 再北上高栏港大道 就可以去到平沙新城这个位置 看得出这两条大动物 都会将航空新城 和平沙新城 紧密地连续在一起 将来往返金湾 或者是香州横琴的时间 就会被现时快一倍了 当然 现在平沙新城 真的跟它的名字一样 平地一片沙尘滚滚 不过是8-10年前的 航新城和横琴 15年前的南沙 20年前的 前海南山保安媒一样 又是沙尘滚滚 还记得 8-10年前的时候 航新城市里山户海 只买了6000多元 那时候金湾纳交都还没弄好 根本都去不到现场看楼 只能够拿它望远地看 现在就不同了 现在路通财通 二手价 最便宜都买到2万多 就是足足升了3-4倍 而今晚北上新城市的价格 更加买到3-4万 大家这个航拍画面都看到 平沙新城还是很荒谬 什么都没有 但因为它够新 所以胜在够便宜 会平米的公价 就是1万多 就是7-1000元左右 就可以上车珠海 即是可以找到江门家 少兴家 买到珠海楼的最后机会 但可能到时价钱已经升了几倍 买不起 现在平沙 还是遍地黄沙 但十年后 就肯定是遍地黄金了 Hello 大家好 非常欢迎一时来到我们 天月珠海湾 接下来也是由我开发商销售这边 大家叫我阿灵可以了 阿灵 那就麻烦你了好吗 好 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看 我们去参观一下 好 我们边走边讲 今天天气非常之舒服 中和一例 因为珠海一直是一个 不人知宜居 和气候宜人的城市 其实基本上 过年都是这个天气 都是穿一件衣服就可以了 好像四季如春那种感觉 可能就休息20几岁 晚上可能就10几岁 这个气氛 其实晚上回到外套就可以了 好 我知道这个项目非常之火爆 在珠海西区 特别是平沙室舍这边 我知道周边有很多楼盘的 但我们今天是特地专门采访这个项目 就是天气珠海湾 因为我自己觉得 他有几个人提问我的 首先就是性价比较高 第二就是神户型 当然带你去参观一下好吗 好 麻烦你 那这边 首先我们进来售楼部 看到其实周边很热 里面会更加多一点的 那我接下来的话 先帮我们介绍一下那个区位 介绍区位 就是我们怎样过来这边 我们先了解一下 不如走近一点 阿玲不如介绍区位给观众认识一下 好 那我们来到这边 好 这里 那现在地图上面看到 橙色这一块就是我们天羽珠海湾的了 那放大一点整个珠海区位来说 它基本上是处于珠海的最西断 是的 也是珠海最发展的最后一个地方 但是它的发展潜力来说 都是比其他片区更加迅速更加快的 我知道你也是本地人 是的 是的 譬如你自己也想入手这个平沙新城的片区 是的 是的 因为我就是在我家里住在高栏港这边 其实就是看着高栏港经济区的发展 发展很厉害 一天千里 是的 其实基本上因为珠海之前都是发展 东区 香州区 或者横琴那边 所以它已经是由东到西 向西这边 向西这边发展 其实我们可以参考 其实给我的感觉呢 有点像深圳 因为深圳最早发展到罗湖那边 后来搬到福田 后来搬到南山 前海 保安那边 那珠海都让了这次 最早就在我们港北香州那边 然后再去南平 再到航空新城 现在就会去到我们 珠海西区这边 平沙新城这边 其实我们这个发展呢 你可以参考航空新城 但是我们这边整体的规划呢 和一个发展空间来说 都会比航空新城大 因为呢 首先在区位上来说一下 刚才说到航空新城 从珠海大桥来划分的了 整个西区的发展也是从十年左右 之前一直都是在航空新城这一块的 而基本上航空新城 它从一年一二年的房价 从六七千元到现在是三万多了 因为我接触那个项目 就是那个时代珊瑚海 当时也是在买六千多元 现在二手价应该去到两万一二的了 是的 二手价 而且应该是去年的价钱 因为航空新城现在它的新楼价 都去到两万七百到三万多元这个幅度了 是的 所以它二手价 之前去年就会是两万 是的 今年会涨幅快了 因为它近着学港高速 因为红河大桥 因为红河大桥现在已经通车的 那我们其实在红河大桥出回到人工岛 开车都是十五分钟 就已经是可以了 比较方便了 是的 而我们再延长它的延长线 是来到学港高速这个位置呢 也都是明年就可以通车 也是我们小区交房之前的通车 其实我们整条港珠澳大桥 包括那个珠三角环线高速 连同我们的红河大桥 再加上一个学港高速 其实整条可以统称成一个 港珠澳大桥西沿线 一直沿着我们珠海这个平沙新城 平沙新城 它现在它也是再延过去 再会延 是的 这一块的 那它现在我们项目其实 出到这个学港高速的 上高速的地方呢 开车其实有三到五分钟而已 是的 如果我们在项目出发去人工岛这边的话 都是三十到四十分钟 并且我们可以坐港中类的车 直接来到这边 因为呢 这边有一个海泉湾 是的 很出名这个 是的 等着我们去到这个周边规划那边呢 我们可以再看看 OK 很方便 那除了这个我们回到市区的一个通道之外呢 那我们也有另外一个快速通道 过来这个位置的 是的 那我们在地图上看到我们下面有一个快速通道 在修建的 那也是金港和金海大桥 那它是一个空轨两用的桥来的 那现在目前出海的城轨是连接来到横琴的 那到其时桥通车呢 它是直接连接到机场 再到我们高栏港这一块的了 那所以呢 我们以后出行的方式又多了一种 而且呢 我们坐城轨又不需要再出到去港北 是的 因为我们这边呢 直接连接过去 而且目前已经是有货运铁路的了 就是那条港珠的铁路了 是的 就是那条港珠的铁路了 就是货升级是一个客运的铁路 客运的铁路 就是接铁路上 然后然后就会再接客运了 明白 那今天看到呢 珠海还规划地铁线的 因为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在市内的交通了 那市内交通的话呢 我们在高栏港高速往北走 就接驳西部沿海高速 是的 如果我们是自己开车去到广州深圳 那些佛山那些城市都是很近的 那我这边也都是试过在这边开车去到广州南站 那样都是一个钟多一点 是的 是的 再加上它这边有一个黄茫海大桥 以四年通车的话 那好像我们有空了周末了 去回阳江 江门 是的 玩一下吃海鲜 那样都是近很多的 因为这边过去呢 大概10分钟 是的 那除了交通上面了解之外呢 那当然选择到来这边 那可能以投资的角度来说呢 就会比较着重回经济体量 那其实我们看回整个平山新城呢 它主要都是为高栏港这边做一个港区的后方 是的 是的 因为高栏港区其实它一个企业在这里是很多的 因为最主要是因为它的先天之缘 在这边有一个国际码 就是你刚才说可以参考深圳的一个发展 是的 那因为你无论你航运或者陆运 都是有局限性 航运就成本太高了 那海运呢 那海运呢 就是我认为最快 也就是最方便的 就是在这边 是的 那所以为什么呢 这边有这么多的一个企业 进驻到这里 其实呢 例如呢 有好像BP中海油中石化 那样还原这些企业都在这里 那大大话话呢 这是二十几间世界五百强企业 是世界五百强 二十几间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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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目前的 还不断有企业 就是高栏港呢 对外招商引资 到高栏港 来这边来的 那相对来说呢 例如现在在这些企业进驻的 呢 纳斯达和格力 那格力呢 我们开车去一个智能产业园 其实就是五到十分钟的距离 是的 不过它这边呢 现在一期藏区在建设中 到二三年一期二期三期 它就全面开始动工 就是已经是对外招员工 这样 预计人口有八万 只是隔壁都有八万 是的 所以这边的住房需求是不同的 是的 所以可能整个高栏港经济圈 未来那边的就业口 可能是高达到四五十万人等等 是的 但是现在的住房需求 是远远上来说 远远落后 公不应求 就目前现在来说已经是公不应求了 那也都是如果从一个投资角度来说 目前现在几个楼盘 也是最快可以出手的二手房 就好像你说 好像七八年前 珊瑚海那些这样的时候 这个帐幅就非常之大了 同时呢 考虑到经济体量呢 那我们可能说香港的朋友 各地这边玩 环境也是非常之好的 那可以了解一下我们这边片区 到底是有什么规划 嗯 先了解整个平沙新城的规划 嗯 是的 帮你介绍一下 嗯 因为千万不要介意 因为始终今天是周末了 所以叉快日数比较多 是的 特别是里面会更加多人 希望不会太影响大家的观感 是的 真的不好意思 好 帮你介绍一下 是的 是的 其实在这个图里面看到 我们天月珊瑚湾是位于这个位置的了 是 位于这个位置的了 这个整个就是一个平沙新城的规划图 那我们现在是这个位置 除了说人口大之外 那肯定环境是很重要的 是 那从我们这边呢 我们看到公寓陆化是非常之多的 是的 是的 那么这个片区呢 发展与其他珠海其他片区不一样 这里将会打造成为一个东方威尼斯城市的规划 何解呢?东方威尼斯 其实看到我们目前这些河道都是现有天然的 刚才一直来的路上已经看到了 刚才我们来航拍的镜头都看到很多这些河道线等等 有些位置其实已经是海水来的 是直接连接到河海 已经是对外的 这边拱桥刚才航拍应该是看到的 十一座拱桥是参考北京圆明的设计 其实整个新城道路建设的一个完善度已经去到90% 政府也投资超过50亿去做的这些道路 除了这些之外 我们鹿化环境我们先看看 广东省最大的一个湿地公园 就是在我们平沙新城这边 这是广东省最大的湿地公园 占地是两平方公里的 现在我们其实可能会 它未开始做陆化和未开始做一些陆直 因为它现在在这边的码头和河道已经是有的了 例如它现在的码头已经建设好了 到其时我们可以在这里乘坐一个水上巴士 在公园里面穿梭和在我们城区里面穿梭 即是可以坐船穿梭整个平沙新城 实际上就好像威尼斯 是的 全场是18公里的一个景观线 还有这个温泉公园总占地是43万方 去年的国庆也是对我们市民开放的 其实我们刚才也看到已经是整好了 周末有很多人过来这边露营 过来这边玩的 我们的项目走过去都是五分钟才能到的 很方便的 因为这里是一个温泉 为什么叫做温泉公园呢 因为它这个深海温泉的全眼原生 是在这附近一带的 现在海泉湾是从这边引流过去的 是的 是的 即是海泉湾的温泉都是在这边全眼引流过去的 是的 其实过年那时我看到人们发抖音 是的 就像香港的YouTube那样 在那儿查一些视频的 有人 有市民在这边 撒鸡蛋 是的 不知为什么郑文全在这里撒鸡蛋 不知为什么郑文全在这里撒鸡蛋 就在这边 不过这个是未经开放的 如果你直接伸手进去 可能就会 变成杀猪手 是的 杀猪手 还有就是我们小区旁边的康体公园 目前它现在都是在做一些田土工程 这里我们的项目出去到这片区 海泉湾这边 都是无高层的住宅 所以景观性是非常之好的 说到海泉湾的话 海泉湾的话 就是珠海的其中一个5A级度假区 就是长龙和海泉湾 海泉湾就是港宗旅旗下的 所以为什么才说可以在香港坐港宗旅的车来到这边 是的 而一期二期都有十几年了 乐园区了 这边在我们小区背后300米的距离 就是海泉湾的三旗 这一块大基地就是三旗 这一块佔地是六十几万坡 就是等于包围着我们的项目 是的 也很方便 如果业主朋友真的喜欢 可能去海泉湾或者浸温泉湾 我们直接走过去就可以了 因为它这边会再多一个温泉度假区 还有主题乐园 再加一个商业在这边 亦是今年开始动工了 相对来说交房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时候 而说到这边有旅游景区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是海岸线 是的 我们全长18公里的一个海岸线 目前它的海滨公园已经在建设中 都是施工中 是的 目前也在建设中 那它相对来说 除了一般珠海常见的这些海滨公园之外 因为这边呢 平沙这边是一个游艇产业园的 所以我们这边就有一个游艇中心 以后我们出海或者是交户 游艇交户都在这边了 是的 加上这边有个外港码头 就算有多一种出行方式 是的 而整个片区来说 商业 就是说完监浅的配套之外的环境 我们可以看回 其实整个片区来说 商业肯定是因为你住进来 肯定都会商业配套 都会比较更严重 这个必须的 是的 是衣食住行 那我们新城最快投入使用的 一个商业就是这个伦理中心 是的 目前现在已经在建 这个伦理中心是谁打造的呢 是由绘画 是国企 绘画成建的 大概是三到七层楼那么高 它含蓋了有农贸市场 商业酒店 或者是社区服务 一个中心都是在这边 即是一个一站式 有个生活配套的中心 是的 然后过来这边 就是我们整个新城的一个CBD 是由珠海的华法去承建的 是的 华法都很厉害 是的 因为华法 它其实就已经是 基本上就是 陪同着珠海的发展 它除了发展楼盘之外 它现在主要是配合政府去做一些基建工程 就是珠海除了斗门区之外 会发展一个新片区 那例如湾仔 航空新城 它都会先建一个华法商都 还有商务中心的 那这边呢 它和其他片区的区别就是 我们现在只是一个初期开发的阶段 那它目前就已经开始 做这个商务中心在这里了 那它这边总规划呢 也都是四十几万方的 最重要呢 补充一下它呢 因为是华法开发 华法是珠海龙头企业 是的 所以由华法开发的话 绝对是可以放心 这个规划呢 是可以预期 预期初时的效果去实现 去实施的 那其实呢 相对来说呢 嗯 在珠海人的感觉 就是华法进驻了的地方 都是一个 市中心的 一个核心的位置 就是城市核心区域的位置 如果我们来的 它的距离都很近了 就是在说 是呀 是 项目过去很近 开车可能都是 一脚有门就到了 是呀 很快的 是呀 其实这个就是整个 新城区的一个规划 明白 是的 那不如我们再补充一下 刚才也有提过了 就是我觉得整个平沙新城 为什么说值得是 就是香港观众去投资的话呢 其实阿婷刚才有说过的 很大部分的程度是依赖 一个高难港的经济圈的 是的 而高难港里面 是有这么多一些世界五百强的大营的企业 这里已经是展示了一小部分了 是的 比如刚才也有提过了 就是可能中石油 中石化 这个祸鸡黄鲍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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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鱼 平沙鲍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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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鲍�鲍� 品牌场这个位置 其实开始过来这边看看 我们天羽集团也是06年的时候 就是在香港那边上市 是香港上市公司 哪后是呢? 20029.HK 是的 其实我们已经是在96年的时候创办 到现在已经二十几年了 可以看到它做了一个多元化的企业 除了开发房地产之外 还是清创物业 后期的物业管理服务和民体旅游 医疗健康等多元化的公司 总部是广州 除了广州之外 我们珠三角或者惠州中山南陵 那些城市都有发展的 都有我们一些地表性的项目 可以看回来我们这个 一个企业的成长阶段 96年创立的 去到10年的期间 它就已经是在香港上市 这些就是一些标杆性的获奖项目 一些当地地标性的建筑 或者获奖的一些奖项 是的 是的 同时可以看到我们一个企业的一个楼盘项目 都是非常之丰富的 可以说基本上都是一些地标 或者比较高端一点的住宅项目 因为本身其实相对来说 天羽一般都是做豪宅项目 比较多 打造豪宅项目 例如是广州的天羽半岛 是在珠江新城 看着广州塔 对面的阳台 望出去就是广州塔 亦都是平为去年 平为广州的十大豪宅之一 是的 是的 其实基本上这里都可以了解到我们品牌的发展 还有我补充一点 其实天羽可能香港的观众未必是很熟悉 但天羽本身是一个非常老自豪的开发商品牌 专打造地标和豪宅项目 只不过今次他们的天羽 这个珠海湾是天羽集团 是珠海第一个标杆项目 因为我相信任何发展商都好 如果去到一个新的城市 开发第一个项目的话 一定投尽百分之二百的一个精力和成本 去打造一个标杆型的一个项目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观众去投资 或者去入手一个项目 是的 那我们镜头转回来我们的项目这边 首先我先停一句 我看到很多其实已经是受兴 是的 但是我们十月份才开盘 是的 其实你看到受兴的那些都是一期 我们的项目都是分为两期 分为一期和二期的 是的 那一期这边就是十一栋加一个幼儿园 和后期一个物业管理处 或者健身会所 就是十楼部这个位置 目前我可以看到一期相对二期来说 楼间各方面的开学设施 是高很多 是的 那我们只在园区里面看回我们沙盘里面 泳池就大概650磅 不过我们换个角度可能会看得更清楚 是的 那我们转回来这个角度看到 因为经常看着这些恭喜受兴的那些 我怕这些观众朋友以为卖光了 那我们转一转角度 其实它就是前几栋就卖了 1 2 3 4 6 1 2 3 6 5楼是我们的售楼部 是的 那现在其实还有一半以上未卖的 一半 是的 那我们是四月份 但是时间未定的 是的 有可能会提早或者是迟些 那会推出我们的十二栋 楼王单位和八栋 是的 但是在了解这个之前 我们先看看 都是集中看七栋 因为今个星期我们做一个直播 香港直播 主力就是买七栋的这些单位 是的 那我们帮他介绍一下 其实这么多栋 就是在一期里面 都在说有十栋 那为什么七栋有什么优势呢 其实七栋的优势相对来说 它会在后排 因为相对来说 之前推介的后排单位 是 七八栋是前排单位 是的 而我们这边的户型 目前在售的就是 81苹果 刚才看的经典户型 哪个是81苹果 就是05 3456 哦 3456 OK 3456也是80平米 是的 0102的话 那个户型已经清光了 好的 是的 那我们可以关注我们这个 3456户型先 就是81平的 朝东南向和南向 所以我们放远一点点镜头 再看到前面这块绿地 是 前面这块绿地就是伦理中心 是的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 我们在七栋那边 前面那边就是03 04 05 04 那四个就是81平米的 一个三房单位 是的 那景观方面 都是潮南或是潮东南 是吧 是的 前面这个是一个伦理中心 那楼层就不会太高 就是七层 那应该可能我们去到八楼以上 应该都会有一个比较向阳的景观 是的 来到八楼就可以看到外边的河景 哦 那你楼层过去高一点 就可以看到外边的海景 哦明白明白 是的 总之可能八楼以上都可以看到河景 或者是海景 是的 是的 那另外这边就是二期 二期 雖然没那么快开发 没那么快开发 而且最快都要等到今年年底 那年底之后呢 周边的公建配套和交通都通过来了 那其实相对来说 价钱就自然水涨船高 是的 因为其实相对来说 目前这一栋七号楼 都依然是我们新春那时候 即是过年农历年那时候才加推的 优惠政策会比较多 再加上我们现在目前是在做特殊一个优惠 那所以相对后期来说 价格现在是不是有优势 因为目前周边 都有楼盘价钱是去到一万五度那样 是的 就在我们旁边的楼盘 都放近去到 最少都去到万二万三 或者是万五这个水平 是啊是啊是啊 那这栋也是目前年前推的最后一栋 那你过了一年回来的话 你所有一些工业配套 又开始开工 刚才都说到的了 价钱都会有所调整 是 这个很正常 是 不如我们集中说回我们的一期 除了我们有十栋楼宇之外 那还有我们那个内缘 有些什么设施呢 就是在公园里面 是啊 那公园里面呢 我们泳池大概就是六百五十几方 还有一个现在光圈带就是一个 跑道 是的 陆阳跑道 大概去到一千三百米 一千三百米 是啊是啊 等于好像一个学校 三圆运动场 是啊 好像学校那种运动场 那样 康乐设施啊 一些休闲区 都是在园区中间的 是的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一楼的那些架空层 都会设置成范汇所 OK 是的 好像瑜伽室啊 健身房 业主食堂之类的一些 康乐设施 让我们业主去享用一下 是的 这个范汇所是非常之贴身的设计 因为有时候呢 即是打风下雨 或者太晒 出不了去 那在一楼下呢 即一楼下 都可以享用到一些健身的设施 或者康乐设施等等 是的 是的 好 那基本上大致 我们就了解了这个地理位置 和整个一个沙盘 就是一个楼体的一个规划 那不如我们呢 就上去看看一个样板房 好吗 那好啊 OK 我康华地产阿婷 我 华语顺便Nelson 约定你 今个星期六 3月20号 下午2点到4点 这次是我们康华地产 和华语顺便call over 强强联手联合直播 可以说是史无前例 破天荒 还有当天即逐落地成交 还有四重优惠 阿婷我考考你 是哪四重优惠 当然知道 第一重 就是我们价值1000元港元的 超市礼观 好棒 第二重就是我们价值 两年的物业管理费 第三重呢 都会送上小米三件家电帝奶包 哪三件 分别有我们的50寸大电视 和霜门冰箱 为什么要送霜门冰箱呢 哇 最小的81平方都可以放到霜门 那肯定要送霜门 非常贴心有细心 对啊 还会有一个洗衣机 食情拎包入住 好似还有一样 对啊 第四重最劲爆的一重 还会有额外4%的楼价 是4%的楼价 全给大家 OK 还真心尊重了20套独家访源 破天荒一口价 总价100万都不用 还有钱找 知不知道可以买到什么 是珠海正作三港 还要任你简单位 这个很厉害 再说一次 我们的直播时间是 今个星期六 3月20号 下午2点到4点 想100万留下 上车珠海的朋友 记住 千万千万不要错过了